到时候我们来说一说瑞幸的危机 前段时间是爆发了所谓的瑞幸危机 所谓危机就是瑞幸金融机构 它出现了股价下跌 整个投资大幅亏损的情况 那么有很多人担心 瑞幸危机会不会引爆全球的经济 造成现在全球经济的整个崩溃 我是认为瑞幸危机还不足以 形成现在的整个全球经济的危机和崩溃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 它标志着我们现在离金融危机又接近了一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是危机 但盛似危机的一个事件 今天我们就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整个瑞幸危机 它背后的来龙去脉 从当中读出一些必要的资讯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东西是瑞幸危机 它是如何爆发的过程 如何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先来看整个事件的经过 瑞士信贷集团在前段时间传出可能陷入财务危机 这个传言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盛广 市场也开始对于瑞幸越来越怀疑 这家知名的金融机构会不会陷入资金枯竭 成为下一个引爆全球经济崩溃的雷曼兄弟呢 为了安定瑞幸内部的员工士气 瑞幸的首席执行官对内发布了一则备忘录 当中强调说 瑞幸有充足的现金有充分的流动性 所以情况非常稳定 让大家不要相信外界的传言 那这个备忘录被新闻媒体报道之后 反而是引发了市场更大的不安 那外界普遍都不相信瑞幸内部的备忘录 反而是对此进行相反的理解 那越是安抚情绪 说明问题越严重 那结果瑞幸的股票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在10月初的时候下跌非常急速 那与此同时瑞幸的CDS信用维益交换 价格从230跳到370 那之后有所回落 但是依然是维持在320以上 那信用维益交换这是一种金融延伸品 它随着金融信用的下跌而上升 而在信誉提升时下跌 那这个数据大幅提高 就说明瑞幸的信用在大幅下跌 市场正在对它失去信心 这个时候呢 新闻媒体的评论就铺天盖地 都在担心瑞幸会不会因此垮掉 那在众多的评论当中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造成瑞幸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 就是美联储坚持加息不动摇的政策 那加息是迅速地提高的信用成本 让金融机构的成本变高 利润缩小 最后造成亏损 那这样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不能把问题全部都归结到美联储加息 那实际上金融危机是多方因素 共同形成的结果 那我用这个示意图来直观地看一下整个流程 我们先来看国际市场外部的大环境 那目前全球经济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一就是能源价格非常不稳定 而最近这段时间 能源出口国又开始实行减产 那这一点会持续地影响国际能源价格 与此同时 地缘政治的摩擦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 都在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顺畅运作 形成供应链的危机 另外 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火药桶 依然是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由这两个点所引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依然存在 所以战争阴云也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外在因素 在以上三个外部条件叠加的影响之下 就引起了目前能源价格上涨 形成了持续的失误性通胀 在失误性通胀没有减缓的情况下 美联储就必须要坚持加息 那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坚持加息就意味着信贷成本的不断上升 金融市场会承受重大压力 从而压缩投资的利润 而同时间发生的事情 就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低迷 所以各种投资项目的回报都在减低 甚至是投资项目本身会出现亏损的情况 那么投资亏损加上信贷成本的上升 这两大因素就共同的压缩了投资机构的利润 那最后当这两方面的压力达到临界值的时候 就会出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而造成全球危机的爆发 那我们简略梳理一下整个危机的流程示意图 就可以看到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 第一是因为信贷成本上升 第二是投资项目本身出现亏损 它并不是加息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 因此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美联储身上 这个看法并不客观也不公平 美联储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虽然它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实际上我们除了看这种利率的外因之外 更要看金融机构内部的内因 实际上所有的金融机构 不管是瑞幸还是其他金融机构也好 大部分都是有这种内部监管混乱 胡乱投资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检索瑞幸机构内部的很多资讯的话 就可以看到从历史来看 它内部的问题非常的多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真正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比外部的利率风险更高的风险 我们先通过财务数据来看一下瑞幸经营的状况 根据瑞幸的财务损益表 2021年瑞幸的净收入增速是负的161% 而在前一年也就是20年 净收益的增速是负21.9% 今年的全年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截止到目前来看 过去的12个月瑞幸的净收益总额是超过负的35亿瑞士法郎 也就是说瑞幸这个企业在20年的时候 它的收益就已经开始下降 而到了21年之后就出现大额亏损 现在估计亏损额会更多 所以它是一个近期出现严重亏损的金融机构 我们再换个角度 从新闻消息方面来盘点一下 最近一年瑞幸的新闻 可以看到进入20年以来 关于瑞幸最主要的新闻都是投资出现亏损 内部更换CEO和管理层 以及采用各种办法来削减运营的成本 基本上是以负面为主 所以现在像目的和标普等等评级机构 都在几个月以前下调了瑞幸的评级 为什么表面高大上的瑞幸会搞到现在这样灰头土脸 一窥到底 这个就涉及到瑞幸的企业文化 以及它内部管理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对于瑞幸造成重大打击的两个事件 第一个是格林希尔的破产事件 第二个是比尔黄的家族办公室爆仓事件 格林希尔资本它经营的业务 官方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 叫做供应链金融业务 其实说穿了就是给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货物的短期垫付款 同时它也根据发票和信用卡记录 向很多财务不稳定的中小企业发出贷款 这些贷款又被打包成证券产品卖给市场 瑞幸旗下的基金之前就大量买入了格林希尔发行的这种证券产品 结果这笔借贷又被格林希尔和它背后的软银单方面注销 就直接造成瑞幸4.4亿美元的损失 在21年3月格林希尔也宣布破产 更有名的是第二个事件 它直接造成瑞幸亏损超过55亿美元 那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个叫做比尔黄的人 他号称全世界用最短的时间亏掉最多钱的投资者 他的旗下有一个家族办公室叫做Archigos 瑞幸和他们也有资金上的合作 在爆仓之前比尔黄的投资还算比较成功 可是21年的时候却翻了船 当时比尔黄重仓Velcom等等媒体公司 同时也是大量持有百度能等中概股 结果Velcom增发新股 造成股价连续大幅下跌 当时比尔黄面临保证金不足的问题 但他没有选择认输止损 而是选择卖掉其他的股票来追加保证金 并且加仓投资 结果造成他持有的包括中概股在内的很多股票大跌 但是最后Velcom的股价也没有被拉起来 所以是全盘皆输 比尔黄也因此被称为两天亏掉200亿美元的男人 问题关键在于 比尔黄炒股的钱当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他和华尔街的六大金融机构 以五倍杠杆签下的总收益互换合约 也就是TRS 通过这个方法金融股税有什么好处 总收益互换合约是一种允许投资者 在不公开披露头寸的情况下 可以买入大额杠杆股权的延伸品 对外的透明度几乎是零 因此风险极高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在2021年Kegos爆仓之前 瑞幸通过和家族办公室的资金合作 是获得了一定的利润 但是爆仓事件造成瑞幸的一次性巨亏 之前的盈利相比之下 简直是微不足道 瑞幸这种所谓的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所谓百年老店 对外一直都是宣传稳健理性 专注于财富长期的增值 这种旗号就给人一种保守稳健的感觉 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却是 瑞幸的投资非常激进 风险很高 最重要的是 它对于风险的管理有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瑞幸内部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当中就涉及到瑞幸这种金融机构 它对于自身定位的问题 金融机构到底是做什么的 是为谁服务 它经营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我后面会讲 再来看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瑞幸在过去的记录上 其实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丑闻 我们来看英国卫报盘点的瑞幸丑闻记录 这些历史丑闻记录 主要就包括洗钱 逃税 以及客户的选择方面 瑞幸对于客户基本上是来者不拒 尤其他们喜欢权贵阶层和政治人物 它的客户当中就包含一些独裁国家的政治首脑 政治上的贪污犯 还有违反人权的一些政客 这些人都是瑞幸的客户 前段时间 瑞幸也有一个内部文件被披露出来 当中就涉及到高达18000个历史账户 一共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 那么组织犯罪与贪腐报道计划 这家网站就公开了部分的账户信息 如果去查看这些历史账户 就能够发现 瑞幸的主要客户群大部分都是政客 而且当中有很多是来自于一些比较敏感的国家 那么他们在瑞幸存放的资产数额都不低 这个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 瑞幸对于自己的定位 它是为什么样的阶层服务 而越是偏向于为特定阶层服务 那么内部的黑箱操作违规操作的概率就越大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稍作梳理 就会发现事情不仅仅在优美联储加息 更多的问题是瑞幸自己的问题 如果像瑞幸这样一个知名机构 内部都是如此的管理混乱 各种黑箱操作不透明的话 那么其他的金融机构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所以如果你要问瑞幸的现象 到底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这个问题我倾向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就是说瑞幸的这种事情具有普遍性 那如果你是长期收看本频道的话 你应该还会记得今年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我专门提到了人类学家Karen Ho 他曾经对于华尔街的金融机构 进行了民族制的考察 从人类学角度去研究华尔街内部的文化 那我把这个研究进行了整体的总结 华尔街内部的文化和信仰 简要来说就是第一 精英主义 第二 他相信市场有效 第三 他绝对的追求股东价值 但是这三种文化自信 这三种信仰 当他不断的膨胀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他会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 开始胡作非为 走向反面 那具体来说 就是精英主义最后会形成一种骄傲自满的倾向 相信市场有效的市场原教职主义 最后会造成这些机构反对监管 黑箱操作 而绝对的追求股东价值 就会让这些金融机构无度的逐利 无视任何风险 没有底线思维 那么以上就是华尔街的三个自信 这三个自信就演变出三个自负 所以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内在风险 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他的这种内部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是一种金融的土匪文化 所以瑞幸目前的情况 从文化和信仰角度来看 它具有普遍性 因此呢 也必然带来普遍的风险 那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的金融危机流程图 那图中造成危机爆破的直接原因 就是金融机构压力的上升 超过了临界值 而机构压力上升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信贷成本的上升 它是美联储造成的 这已经是一个定局 另外就是金融机构内部问题 造成潜在的投资亏损 那这个部分现在已经逐渐 从一种可能性成为了事实 那在全球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今天 华尔街的自负贪婪 还有无底线 必然会造成他们的投资亏损 所以以上两点都已经基本成立 在两大前提都成立的情况下 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几乎成为定局 那危机之所以还没有爆发 不是因为危机没有到来 它已经来了 只是那个爆发的点还没有到 那时间一到全部报销 好 那么今天大致梳理一下 瑞幸的整个来动去脉 这个事件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对此我也表示非常担忧 确实我们距离金融危机是越来越近 每一步都在接近悬崖的边缘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危机不足以引爆全球经济呢 原因就在于政府肯定会兜底 有关部门肯定会拯救兵于崩溃的金融机构 那这个当中的原因呢 就是从08年之后 全球的监管机构都有一种大到不能倒的这种政策的执行空间 也就是说所谓的too big to fail 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监管机构的一种文化 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没有谈到的一面 所以今天我们只谈到金融机构内部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谈到监管机构更大的问题 那要想全面的了解整个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呢 我们还需要去梳理一下这个too big to fail的这个内部的问题 那这个我相信也是之后我们节目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话题 那好 今天就说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